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 你做噩梦了吗 乔弗丽 或许我们该调整一下药剂量 至于虫子 我们可以回去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乔弗丽捏手捏脚的从后门溜了进去 他用六条腿上了楼 上楼比下楼容易多了 他举起其中的一条腿 敲了敲希儿的房门 是我 乔弗丽 门开了一条缝 汐儿探出头来 一看到他 汐儿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乔弗丽 他们把你怎么了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汐儿姐姐能看见他变成虫子了 乔弗丽的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乔弗丽 我该怎么办 我变成了假虫 但没有人发现 会不会我一直都是虫子 但一直没有人发现 也没有人在乎 我是虫还是人 我会在乎 乔弗丽 Bronia姐姐也会 我们会在乎的 你很重要 汐儿姐姐说 那 我还能变回去吗 我会想办法的 好吗 相信我 小乔 汐儿姐姐的眼泪不停的流下来 弄湿了乔弗丽的胸口 乔弗丽有点难过 汐儿姐姐踮起脚 使劲揉了揉他的大脑袋 姐姐来想办法 你一定有办法变回去的 但乔弗丽发现 自己变成虫子后 长得比汐儿姐姐还高了 她的愿望就是快快长高 早点保护汐儿姐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变成一只假虫 或许也没什么不好 虽然 她还是不想变成虫子 不如 再睡一觉好了 乔弗丽乖巧的点点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乔弗丽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虫子了 她高兴的爬下床 穿好汐儿姐姐给她缝补的小衬衫 套上心爱的灰色裤子 没错 我是乔弗丽 我是人 不是虫子 她打开房门 看到了门口 黑色长头发的医生阿姨 还有老师 他们看着她 捂住了嘴 乔弗丽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这么惊讶 她向前跑去 越跑越快 她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能跑那么快 就像自己有六条腿一样 她只想快点 见到汐儿姐姐 告诉她 乔弗丽的甲虫日子 结束了 就像她这样子 就像她这样子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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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一个事 也在过来